年关将近大家准备围炉过年 但花莲家福中心陪伴了1800户家庭 3207名的儿童 平常就很难三餐温饱 更别说是要过年 因此花莲家福中心 今年要募集1785份的暖心套餐 但目前还差了1000份 也需要社会善心人士或者是社团来慷慨解囊 让弱势家庭能够有温暖的年夜饭 花莲家福中心陪伴1800户的家庭 3207个儿童当中 隔代教育比例占了将近75% 另外有86%是只有一个人负担家中的经济来源 平常生活很困苦 现在年关将近了 平常三餐温饱就很困难 更不要说是要吃温暖的团圆饭 因此花莲家福中心 特别举办了缠爱过好年 暖心套餐起跑记者会 希望可以号召各界响应 提供给受助家庭们温暖过年 我们家福每一年在农历过年前 都会针对我们的辅助家庭 然后募集我们的暖心套餐 那暖心套餐主要的内容 可能会有年菜 或者是家庭需要的东背 背套的组合等等 那目前我们整个花莲家福在 花莲在地大概辅助的家庭 有1700多户 3200多名孩子 所以我们今年预定在农历过年前 我们希望可以募集到1785份 那其实意思就是一起帮我 然后我们希望可以呼吁社会大众 然后一起来帮助家福这边 所帮助的弱势家庭 其实我们从11月份陆续在网路上 我们就已经有陆续的在做募集 然后也有在在地的电台做一些募集 那我们截至在上个礼拜的统计 目前我们募集的份数 大概是有800多份 所以我们离我们的目标 大概还距离大概1000份左右 所以我们希望在最后这一个月的时间 可以努力的募集 活动由花莲家福中心福佑委员会 全力协助 并且邀请到花莲市长温家贤 锦安湘公所副主任 曾正俊周 国际福伦三世90地区 有11个福伦社 以及销氏企业 立东工矿公司 京东理公司 还有玉华文教基金会 到现场支持响应 要募集1785份的暖心套餐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 华莲家福暖心套餐 每套认购价1000块钱 内容包括年菜一套 或者是棉被枕头等年货 希望大家响应 下请电话是03-8232-503 接下来会有吉安湘报导